材料有30元的免治猪肉,有少少葱水,2-3湯匙的水,把葱弄碎,浸泡葱水 放入1湯匙生抽,1湯匙绍兴花椒酒,半茶匙砂糖,加少少胡椒粉 如果有姜溶,就切些姜溶下去,如果没有,我自己做了一些姜粉,用姜烘干它,然后才打成粉 先处理猪肉,这些面子的猪肉已经有3分1茶匙的盐 我们就要把它拌均匀,用手一直转,让它起胶和搭搭 但不要搭太厉害,大概搭一分钟就可以了,因为搭太厉害,就像吃生猪牛肉那样 所以就不好吃了,因为很多时候的朋友都会说,为什么我做那些肉饼粗粗粗粗,不好吃的呢 那其实重点就是,先加了1-3茶匙的盐,然后就将猪肉搅拌均匀 然后才容易起胶,搭一下它,但不要搭太久,搭太久就像外面吃猪肉丸那样,就不好吃了 好了,就将那些面子的猪肉搅拌均匀,大概是2分钟左右 刚才我们有些葱水,有这个葱油汁的,我再说一次就是,大概是3汤匙的水,就将一些葱剪碎,浸一些葱水 另外就是1汤匙的生抽,1汤匙的绍兴花椒酒,大概1茶匙的砂糖 那视乎你的肉有多少,有时候会是半茶匙都可以的 那现在的肉多,我们用了1茶匙的砂糖,那就加了少少胡椒粉 然后我们就将那个醬油汁,就每一次都倒了,就分三次,就拌均匀 然后再搭一下它,然后再继续三次,这样下去 好了,那已经加了两次了,那现在最后一次倒下去 好了,那我们就继续,好像刚才那样,第一次和第二次,又是了,搅拌均匀 好了,接着我们就加大约1汤匙的水,就加半汤匙的生粉,就整个生粉水,倒下去 好了,那我们拌均匀了,这次呢,做这个菜式呢,就很简单 好,折瓜两条,看到这些呢,就是免治猪肉,那我就做猪肉丸的 那在这里,我不会再类罪,再和大家怎样做猪肉丸了,因为在之前呢,我的视频呢 就已经是教过大家怎样做猪肉丸的了,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那这里还有呢,就是两只咸蛋,那我就先煲热一煲水,落几片姜,然后就会将那些折瓜放下去煲 好了,水滚了,那现在呢,就将那些折瓜,就放入滚水桶,那呢,煮它呢,就大约25分钟先 好了,那现在呢,就已经是煮了25分钟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呢,将我们的肉片呢,就做下去 好了,那我们可以用的匙羹呢,是将那些,免治猪肉,逐点逐点地做下去,那当然呢,你可以用手插到它一个个波那样,不过我觉得呢,不需要的 那当然呢,不需要的呢?那当然呢,那么你会用手插到它一个波那样,那当然呢,不需要的了 那当然呢,你可以用手插到它一个波那样,但是我自己觉得就不需要 那那当然呢,你要用手插到它,我用手插到它那样,当然喔,你只要用手插到那样的波那样,模特别一点呢 那当然,如果我自己的妈妈吃 我想这样会好些呢,大家用手插到它 onić 鹽不用加鹽,原因是有鹹蛋,所以千萬不要加鹽 滾起,然後再把鹹蛋倒進去 現在已經滾起,下了肉丸再滾起 現在可以把鹹蛋白倒進去 然後把鹹蛋黃倒進去 這要視乎你喜不喜歡吃肉丸 我覺得這次我放一隻鹹蛋黃已經夠了 所以我都要放一點,因為媽媽不喜歡吃黃 我留下鹹蛋黃在蒸肉丸 滾起之後,要試一下湯底夠不夠味 如果夠味就不用加鹽,不夠味就可以加一點鹽 可以關火了 鹹度差一點,所以我都會加一點鹽 好,再加一點鹹蛋黃 加大約四分一茶匙 因為鹹蛋白已經有點鹹味 所以我現在加一點鹹蛋黃 再加一點鹹蛋黃 再加火,滾起就差不多可以了 可以關火了 可能有朋友會說,不是吧? DADDY CHEF,連滾折瓜湯都要攪 這些這麼簡單的東西沒理由不懂,對吧? 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有很多朋友連煮飯都沒吃 何況你說滾這個折瓜湯 好了,不多說了,可以上碟吃飯喝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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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